丑男逆袭百亿影帝 餐厅服务员身家上益 盘点曾经被人瞧不起 如今高攀不起的六位明星 个个靠实力逆袭 第六位 赵丽颖 赵丽颖没有大学文凭 没有家庭背景 她靠着自己的拼搏和毅力 闯荡演艺圈 一步步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她刚踏入演艺圈时 几乎是从龙套开始 有次被导演毫不客气地批评 说她的嘴像之珠 这一刻赵丽颖感到无地自容 但她没有被击倒 她坚持下来 不断超越自己 2011年她出演了古装剧 《心还诸格格》 饰演晴儿 她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喜爱 从那一刻起 她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她接连主演了 《路贞传奇》 《花千古》等热门电视剧 每一部作品都创下了惊人的收视率 她的演技和人气无可争议 然而这一切背后是无数次的挑战和压力 常人难以想象 但赵丽颖以坚定的毅力 一次次第克服困难 最终实现了她的梦想 第五位 岳云鹏 岳云鹏来自一个农村家庭 父母辛勤劳作 但家庭贫困 六个兄弟姐妹 居住在狭小拥挤的家里 同年时 她只能和姐姐们挤在一张小床上 直到十岁时 连床都没法睡 她只能转头去牛棚 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挫败小月月 她在家里的吃穿用度 也是靠几个姐姐的慷慨来维持 因为家里无法负担她上学的费用 姐姐们纷纷放弃了机会 让她能够接受教育 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担负 年仅14岁的小月月 毅然决定辍学 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活 最初她做了一名餐馆服务员 但命运的转折发生 在她进入了德云社 在德云社 岳云鹏展现出了非常认真 和刻苦的学习态度 尽管起点较低 她仍然毫不松懈 一开始她只能在社里 承担杂物工作 如扫地 擦桌子 或者为上台表演的师兄们 准备道具和道具用品 经过一年的努力 她终于迎来了自己上台表演的机会 在一次合作演出中 两人表演了一段相声 学杂唱 本来需要十几分钟的节目 但小月月仅用了三分钟就被碾下台 这是因为她第一次登台表演 小月月深感愧疚 甚至眼面痛哭 不仅如此 她还几乎被师兄曹云金用椅子砸 2010年 曹云金和何云伟相继离开德云社 岳云鹏迎来了她的机遇 在郭德纲和德云社的支持下 她与孙岳搭档 名气急速飙升 收入也直线上升 如今的岳云鹏已经身家上亿 小月月用赚来的钱 给她的五个姐姐买房子 这是她对家人的一份厚重的孝道 她的妻子一直坚定支持她 两人的爱情依旧坚不可摧 曾经被人瞧不起 如今火高攀不起的六位明星 名气一个比一个高 第四位 黄渤 黄渤因为长相 在演艺道路上遭受了不少冷遇 当时黄渤正在拍戏 心血来潮想去买一部手机 由于拍戏中断 她还穿着剧中的戏服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家手机店 当黄渤进店的那一刻 柜台前本应有几名服务员 可是他们看到黄渤进来后 却不但没有热情招待 反而急忙四散开来 黄渤当时并没有在意 静止朝手机区走去 继而询问店员一个手机的价格 然而店员只冷淡地说了两个字很贵 黄渤只好失望地默默离开了店铺 只因为外表和着装 竟然遭遇如此冷漠和歧视 尽管黄渤内心坚强 但这种对待还是会给她带来伤害 在黄渤未成名的时候 她经历了许多不公平待遇 她曾被人恶意侮辱 被有名气的演员排挤 甚至被挤出了剧组 有人当面嘲笑她长相恶心和猥琐 结果她居然因此被赶出了剧组 黄渤想要做演员 但当时的道路充满坎坷 最后通过朋友的介绍 她进入了另一个剧组 在片场演了一位土匪 可是即便在这里 她仍然遭遇了副导演的恶意侮辱 甚至一个土匪角色都不愿意给她 黄渤不得不妥协屈尊求人 但结果仍然糟糕透顶 然而黄渤坚韧不拔 默默努力一直走下去 最终她出演了电影《疯狂的石头》 这一角色让她一飞冲天 迅速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明星 如今她早已不在受当初的冷遇困扰 经历了无数挫折 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成就 她如今堂堂影帝 备受尊重 第三位 王宝强 出生在河北邢台的偏远山区的王宝强 年仅15岁的她决定告别家乡 独自前往遥远的北京 寻找演艺圈的机会 在北京她只有自己的坚韧和一点点运气 一边在背影场门口守候 一边寻找着一线的机会 2003年当导演冯小刚看完《王景后》 她找到了王宝强 并邀请她参演《天下无贼》 傻根的角色 这个傻根的形象 打开了王宝强的演艺之路 从那时起 她开始卖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出演了一系列成功的电影 如《唐探》和《人在囧托》 这些电影在票房和口碑上 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后来王宝强怀揣导演的抱负 在2017年 指导了自己的首部电影《大闹天竹》 虽然这部电影获得了一些负面评价 但她没有气馁 反而坚定地表示 不能辜负支持和信任她的观众 经过六年的坚持 她终于呈现了一部名为《八角龙》中的杰作 这部电影不仅获得了广泛观众的认可 也让她创造了又一个经典形象 虽然在成功之路上 王宝强也经历了婚姻风波 和经纪人的背叛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止她前行 曾经被人瞧不起 如今高攀不起的六位明星 没背景没颜值也能爆火 第二位 徐征 在2000年 徐征参演《春光灿烂猪八戒》 在其中扮演憨厚老师的猪八戒 而遭受了群嘲 人们一直拿这个角色开她玩笑 不少人都开玩笑说二师兄来了 或许正是因为她在那部剧中的 角色塑造的太成功 多年后人们仍然沿用这个调侃 徐征的才华是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 在年仅26岁时 她凭借主演的话剧《股票的颜色》 赢得了《第十届白玉兰戏剧奖》 最佳男主角奖 要知道获得影帝称号 对于许多演员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 但徐征却在如此年轻的时候 实现了这个壮举 然而即使她成为了影帝 还是有人看不起她 更因为她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是因为出演话剧 而在某些演员眼中 话剧永远都是不入流的演艺形式 随后徐征出演了 《人在窘途我不是要神》 和《新花路放》等影视作品 不仅仍旧是杰出的演员 还成功地转型为导演 如今的徐征不仅获得了 无数最佳男主角奖 还成功地转型为导演 她的导演作品的总票房 已经突破了100亿 这个成就可以说是 让她站在了电影圈的巅峰 第一位 周润发 对于绝大多数8090后 周润发这个名字可不陌生 他是上海滩里 那个魅力十足的许文强 也是英雄本色中 那个放荡不羁的小马哥 尽管关于裸军事件 曾引发过一场轩然大波 但这并没有动摇 他在影迷心中的地位 周润发是一个 毫不起眼的洗车工 有一天一辆劳斯莱斯 停在洗车行 年轻的周润发不禁伸手 摸了摸这辆梦幻般的汽车 车主不屑一顾地嘲讽他 声称这是他终生 也买不起的座驾 然后把钱抛到了周润发的脸上 心灰意冷的周润发正要反驳 却被车行老板一脚踢飞 这个创伤经历 深深应刻在他的心底 18岁那年 他无意中看到了 TVB艺人培训班的招生广告 不管学历如何都可以报名参加 幸运的是他有一张帅气的脸庞 这为他成功入选培训班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 他踏入娱乐圈 起初只是演一些无名小角 甚至演过尸体的戏份 但即便角色在微小 他都全情投入 演绎得淋漓尽致 1980年 电视剧《上海滩》 横空出世 周润发饰演许文强 硬朗形象不禁让人怀疑 却出奇地得到了广泛认可 他的名字也在此后风靡全国 如今他已经成为娱乐圈的一颗璀璨巨星 无人可撼动他的地位